在追求两性平等的现代社会 父亲同样要担任养儿育女的家庭照顾角色 富佑青创园区特别在花莲美轮饭店 办理了名人亲子教育讲座 以6岁到12岁的儿童为主轴 邀请相关领域的讲师 分享学龄后的教养观念 协助家长如何学会处理 自己以及孩子的情绪内容 期盼透过强化的亲子之间的关系 让亲子能够变得更加的紧密 在追求两性平等的现代社会 父亲不再像扮演以往传统社会 只要出外打拼的角色 同样要担任照顾家庭养儿育女的责任 富佑青创园区6日在花莲美轮大饭店 办理名人亲子教育讲座 以6岁至12岁儿童为主轴 邀请亲子领域的专家 分享这阶段孩子教养和所面临的问题 你们觉得是6岁之前 而且离开父亲就不见了 对女儿的幸福影响比较大 是什么 你们觉得是6岁之后 就到18岁之后影响比较大 哦 一半一半 18岁的影响比较小 你可以看到增加了两倍 但是如果是6岁之前 父亲就不在的话 他的影响竟然高达7倍 薛奇的父亲就让 这个女儿将来 可能在情感上面 会受到的影响是 他会把情感寄托在不正确的人身上 父亲在家里的角色 尤其现在的年轻父亲 虽然今天来的还是 母亲比较多 女性相亲比较多 那即使角色已经 好像在性格平等的时代里面 这个父亲跟母亲的角色 这其实也不是很传统适合分工的 都要去学习 持续不断的学习 能够让家庭工人更加的健全 更加的横顾 然后让小朋友们可以在安全健康 能有学习力的环境里面来成长 这是我们的期待 本次亲子讲座 邀请马届医院小儿感染科 主治医师黄聪宁 以安心做父母在爱里屋据为题 藉由一问一大方式 讲授学龄后的教养观念 吸引近200位家长聆听 另外9月还会邀请知名主持人吴凤 亲子天下壮男作家罗宝宏 社会处表示 期许家长透过讲座 学习强化亲子之间关系 掌握情绪发展重要阶段 学习如何相处和引导孩子的优势和长处 记者长邦彦女士报导